我给大家说出来 丰富了中医理论的这四大家 朱丹西是煮养阴的 就是说一切结合阴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说了阴虚胜内热 对吧 所以说它是养阴派的 那么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这四大家 那么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 我是比较喜欢李东元 因为我的药呢 基本上就跟李东元的体温论 有着密切的关联 当然在临床使用过程当中 我们也用到过伤寒论里面的方子 我用药一般是选择 药方就是咱们开方的时候 一般是药物组成比较简单的 而且药效比较明确的 同时呢 我在这个体胃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呢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啊 我的这个体胃病呢 有着几个方面 一个是治疗方案是要全面 咱们要考虑这个病人的经济情况 同时呢我们治疗方案要全面 第二个呢 我们辩证论治呢要规范 我们一定要辩证论治 因为中医呢 我们讲这个体胃十人九倍 而且呢 它也是中医治疗疾病方面的一个优势病种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一定要辩证论治要规范 第三个呢 就是诊治思路要严谨 我们一定要严谨 千万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一个病辩证错误 我们可能就会走向极端 我们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所说的 我们要法于阴阳和于数数 方向如果错了的话 我们治病就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麻烦 走更多的弯路 第四个呢 就是处方加减呢 我们要辩证 我们再加再减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二成汤 我们还有加味二成汤啊 是吧 就根据病人的情况 可以给他加加减减 那么两个药的基础上 肯定是要加了 那么一味药的基础上 一会儿我还要给大家讲到 也有对药 但是可以用一个药 就调整一个病啊 两个药呢 就加起来以后 就增加了它的另外一种功效 最后一个方面呢 这是我在临床用药当中 给大家总结的五个方面 最后一个方面呢 是临床疗效药保证 就是这五个方面 那么根据这五个方面呢 我们重在辩证 妙在用药 治病求本 配五合法 乏有所益 计量精准 这是我的经验巨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